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是孙芳萍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设计感非常好的一层的房子 这个房子价位是在34-35万美金区间左右 这个房子是一层的 但是它的设计感很好 所以它的户型的感觉很好 我身后呢 这就是它的这个客厅 然后它这个房子虽然一层 可是卧室都不是存在一个房位的 而是分布在房子的客厅两边 所以住起来互相之间也不会太打扰 这个小区是PT一个比较火的 还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个小区 叫Tamara 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我介绍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叫微信 关注微博 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价位在34-35万区间的一层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虽然是一层的 但是它的这种感觉比较好 因为它的布局很好 非常的敞亮 这就一打开门的感觉 就很宽的感觉 调高呢 是11个F 一进门之后 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客厅和主餐厅 但是我们先不过去看 我们先右手边看看两个卧室 这个房子是没有书房的 所以它有四个卧室 其中呢 这边这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其实我忘了我又没有拍过这个房子了 所以我又来了一边 这边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通着的 所以又要这边 这是另外一个客卧 这个卧室不是很大 只能放下Queen的床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床特别窄 因为它总体面积是2600多尺 但是在2600多尺的这个面积当中呢 它又把这个房型设计利用得非常好 这边是一个主餐厅 主餐厅旁边是一个很大的厨房 厨房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客厅 这个房子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您看到的县房和它的这个样板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地板 一模一样的厨房 一模一样的大理石 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有的建商会把压板间做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升级非常多 结果县房就特别的起盖板 但是这个建商比较实在在这一点上 这是它的主卧 我看一下啊 主卧很大 主卧的洗手间也很大 在一层房子当中 这个户型绝对是可圈可点的 非常漂亮的一层平层 然后衣帽间也非常大 就是很方正 很宽阔的感觉 一个一层2600多尺的房子 洗手间能这么大 很不容易 好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它另外一个套房 户型设计的好 体现在方方面面 另外一个套房也在这个边 然后就属于卧室之间离得挺远的 如果跟家里老人一起住的话呢 其实还是很很好的 不太会互相打扰 这就是另外一个套房 带着洗手间 这边有雨室 它做了这样的一个淋浴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了 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感兴趣 欢迎在微信 关注微博 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